为了推广联合国SDGS永续发展的17项目标 为在新北市的国立台湾图书馆与基金会合作 举办图书征集活动 邀请出版社还有作者来选送图书 后续会举办推广活动 让12岁以下的儿童从小就能够培养永续发展的相关知识 国立台湾图书馆与基金会合作 推出永续发展策略阅读推广计划 招募出版社或作者选送适合0到12岁儿童 且符合联合国SDGS永续发展目标的图书到图书馆 后续国台图将串联国内幼儿园国小及图书馆 办理推广活动 我们图书馆每一天有7000的人潮 假日甚至是上万的人潮 它会认为它会变成了学校跟社会 大家一起来推动的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的选书找专家进来协助 选完书我们透过各种传播的方式 推广的方式 应用的方式 连接起我们的亲子馆的功能 甚至是我们愿意找一些相关代言人的方式 来帮忙我们把这些感染力影响每一个孩子 基金会将聘请专家学者组成评选小组 选出融合环境保护社会共融经济成长三面向 且符合17项永续发展目标的图书 书目的这个选择方面我们也是特别的专业 就是有请到那个叶新成教授 他是以前我们的那个前环保署的那个副署长 他是有代表这个台湾去参加那个联合国 在这个讨论这个永续目标这方面的专家 所以我们这个活动整个就是请我们的 这个叶新成教授他来咨询 然后呢也给这个所有参加的出版商 或者是一些我们参与的工作人员 包括一些专家学者 大家会有个共识 就是专业上面的一个互相达成的一个共识 明年三月评选结果出炉后 国立台湾图书馆除了会在馆内设置六处专书阅读缴 还会将图书制作成手语电子绘本 双试书有声书等资料 让特殊族群也能享受到评选书籍